火影中最出名的一场放水战斗就是左右之战 这场战斗又的目标很多 一是要除掉左柱体内的大蛇丸 二是要死在左柱面前 让他成为木叶的英雄 顺带帮他开启万花铜血人影 要完成这些目标不可谓不难 而又不光完成了 据解说大神爵所说 还是在病入高荒靠药物续命的情况下做到的 关于又具体得的什么病 一直是火影中的未解之女 不管是火影漫画还是动画 或是公式书中都没有细说 今天我们就结合 所有的生平和其他血轮炎使用者的情况来分析下 又到底得了什么病 第一种可能的病就是很多人认为的积劳成疾 忧郁而死 这种情况是有的 可又是为什么而忧郁大家都知道 我们也就不主要分析因忧郁而引发的疾病 今天我们主要分析另一种可能的疾病 就是血迹献戒病 首先我们回顾下什么是血迹献戒 根据火影公式书的定义 血迹献戒指的是借由血缘关系才能继承使用的书 而血轮炎正是火影中最出名的血迹献戒 在火影里很多血迹献戒的家族是要保持血统纯正的 因为血统越纯的人 他的血迹献戒能力越强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向一族的白眼 日向一族家规森严 按照以前的家规他们是不与其他家族通婚的 直到明人出天这一代这条规则才被废除 而如果一只族内通婚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生物上我们都学过 由于血缘关系相近 容易使对生存不利的隐性有害基因在后代中相遇 公俗一点的解释就是 近亲结婚容易产生遗传病 其实血迹献戒也可以看成是一种遗传症状 和遗传病的情况差不多 血统越纯症状越明显 还是拿日向一族举例 在火影中出现过的家族中他们的家规最严 而在一开始的设定中白眼是无需开眼的 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可以说日向一族的人一出生就与外族人的长相明显不同 这从初天宁次三四岁时的长相就能看出来 而其他血迹献戒就没有这种情况 与之波一族大部分的时候与常人无二 君马履和白在外貌上你也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月向一族因为血缘相近的关系遗传症状 在各大血迹献戒家族中是最明显的 我们再说回与之波一族 火影主线剧情中最先使用血轮眼的人是卡卡西 他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血轮眼的能力确实强 不光能复制忍术还能使用幻术 在他从水牢中逃脱后干净利落的就干趴了再不斩 然而帅不过三秒 只见卡卡西一正 然后就趴下晕过去吧 这一躺就是几天 这还不是个例 在之后的剧情中 卡卡西经常因为使用血轮眼过度去医院待几天 所以才赢得了个肾虚卡卡西的外号 当然在佑的招物归香片中 又解释了卡卡西这么虚的原因 因为卡卡西不是与之波一族的 所以她的身体并不适合使用血轮眼 佑说的确实有道理 毕竟左柱也有血轮眼 自二柱子开眼之后也大大小小的经历了不少战斗 但很少因为血轮眼使用过度而住院的 不过自从万花筒血轮眼出现后 宇之波一族内觉醒万花筒有一个算影 除了带土之外都出现了和卡卡西类似的症状 动不动就虚 动不动就站立不稳 用火影中的说法就是同力消耗严重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宇之波一族认为是同力消耗过度 而且伴随着万花筒的使用 他们还会逐渐走向失明 这让宇之波更加确信他们的这种情况就是同力消耗问题 但火影中有一个人比宇之波一族还了解宇之波 那就是二代火影千手飞肩 他可以称作是忍者世界中的第一宇之波学家 根据他的研究 当宇之波一族因丧失深刻的爱或是有所苦恼时 脑部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查克拉而影响到视神经 使得眼睛产生变化 这就是血轮眼诞生的机制 而像血轮眼这种特殊的查克拉在忍者世界中其实并不是孤立 丁刺的卡路里录完的影子模仿术和多有也的声音幻术等也是特殊的查克拉 根据飞奸的说法 同力产生的源头其实是大脑 并不是眼睛自带的 所以这也就能解释在忍戒大战中般为何能无眼太虚嘴 而当初在木叶又用天罩烧穿严肃大蛤蟆的未避风 气喘吁吁的他告诉鬼娇必须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这也能看出来 在使用天罩过后又疲劳的并不只是眼睛 所以过度的消耗查克拉对脑部有极大损伤 但案本为了维护诱的神秘感 在主线剧情中并没有过多的渲染他使用万花筒之后的疲惫情况 不过火影中使用万花筒的人并不少 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情况来推测佑的遭遇 首先就是戏份最多的卡卡西和佐助 先说卡卡西 在和佑的一战中得知了万花筒的信息后 卡卡西在康复后抓紧研发 终于想起来自己早就和带土一块觉醒的万花筒 在名人出村的三年时间里卡卡西也抓紧训练 在疾风传的前期掌握了神威 在营救我埃罗的任务中 他终于能展示身手 对着迪达拉数次使用神威 然而在回村的路上卡卡西就又不行了 他跟阿凯说 用了那个血轮眼之后 我的身体就暂时不能动了 在佩恩柴木叶的战斗中 本就精疲力尽的卡卡西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用了两发神威 直接小命呜呼了 但这一次战斗卡卡西是在历劫的状态下用了神威 没什么参考价值 我们就不做参考了 而在无影大会后卡卡西又和佐助发生了战斗 为了抵消佐助的虚左之剑 卡卡西无奈之下使用了神威 这次仅仅是一发 卡卡西就开始头晕了 自己也感叹仅仅用了一次万花筒就变成这样 而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 虽然卡卡西也多次使用神威 但那时候有九尾查克拉这个顶级辅助 卡卡西把神威都变成了常规武器 甚至都能顺发了 但又是没有九尾这种顶级外挂的 所以有九尾的情况我们也暂时不考虑 然后我们看看佐助的情况 他在左右大战之后开启了万花筒 在云雷霞的一战中 第一次使用天罩的佐助只是感觉眼睛不舒服 而之后为了救湘灵又用了家具土面 佐助感觉头痛欲裂双手抱头 甚至疼得叫出了声 这也能看出来 使用万花筒确实和脑部有关 之后在大闹无影大会的时候 为了找团葬报仇 佐助一天之内数次使用了万花筒的技能 也多次战力不稳 到当天晚上在和名人战斗的时候 佐助不仅要双目失明 就连站着都吃裂了 可见万花筒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 当然和又比起来 佐助的运气不错 虽然在一天内把自己折腾的半死不活 但好在又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把眼睛留给了他 在带土的帮助下 佐助患上了佑的眼睛获得了永恒的光明 血迹病也算被治好了 但至于为什么患上兄弟的血伦眼 就能治好头部的疾病 这个暂时就无法解释了 结合卡卡西 佐助和佑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血迹病究竟是什么 他们的症状有在使用血伦眼或万花筒之后失去平衡 动不了 头痛 结合一些医学知识 他们受损伤的部分应该在小脑 小脑主要具有维持身体平衡 调节激张力 控制不太和 身体姿势 协调随意运动等功能 当出现小脑损伤时 容易出现平衡功能下降的现象 所以患者容易产生跌倒的表现 这和卡卡西 佐助跟佑的情况就完全对上了 而在宇治波一族历史上觉醒万花筒的还有万 全奈和带土 万和全奈的情况在火影中并未详细交代 带土的情况有点特别 他开启万花筒的时候身上已经有了白绝细胞 这相当于是还没生病就给准备好药 所以带土自始至终都没有类似的症状 当然接下来我们主要说说 在有记录开启万花筒的宇治波族人中 佑的症状最严重 他在灭族之前开眼 推算当时11岁左右 而左右之战的时候 他大概21岁 算起来他的症状长达10年 再加上他内心的负罪感 必然使得症状更加严重 而且又和其他人比起来还有别的症状 就是在和佐助的战斗中 有咳血的情况出现 这个症状在医学上属于什么呢 我专门查了相关资料 和佑的症状相似的是小脑萎缩 这个疾病的症状就是站立不稳 非运动方面的表现则是包括精神分裂症 双向障碍等 这个病情与制波异族的人也或多或少的存在 可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了 综合来看 佑的病情就是由血轮也引起的小脑受损 由于没有及时进化成永恒万花筒 病情逐步恶化 最终变成了小脑萎缩 其实和佑情况相似的人者并不少 越是优秀的血迹现界使用者身体越弱 比如竹曲异族的君马鱼 他也是异族之中最优秀的那一人 也因此大蛇丸才能看上他 但他也是得了不治治症 纵使忍接第二医疗忍者要是都对他的症状也无能为力 只能暂时延缓他的病情 还有擅长使用幻术的安马巴鱼 也是因为能力太强从小就体落 好了 关于佑的病情我也就是根据他的表现做了个大致的推测 不一定准确 也欢迎你们留言讨论 今天就到这 拜拜